对,我介绍你一个蛮有趣的一个Style 的功能 我们叫做Frooting Hello 大家好 我是 Jason 我是 Trace 欢迎来到 SERP IT Studio 今天我们来学习 HTML 中 Image Element Image Element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web page 怎样加照片 怎样改照片的大小的一些因材 嗯,ok 这个就是我们在 HTML 中怎样把 image 放上去的一个固定 我们就是用 IMG SRC 等于我们的 image 的 file 我们的 file 名 对 IMG 代表 image 它就是属于 HTML Element 然后 SRC 等于我们的 file 名 就是整个是属于 HTML 的 attitude OK 它就是怎样呈现 HTML Element 的东西 OK SRC 代表 source 的意思 你的 source 是来自于 Logo.png OK png 就是好像你设计的一个 png file 我们也可以放 JPEG 我们也可以放 GIF file 对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我们是一个知识型教育频道 专门分享网页设计 平面设计 Facebook Marketing 的一些策略及技巧 如果你正在关注这类新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啦 今天我就不用 Coupen.io 来打固定 我用另外一个 software 叫做 A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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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外一个给我们免费打 HTML 的 software 也是免费 对,它是免费的 下面有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去下载 OK,好 让我们来看看 那个画面 我们把这个Coding 放在 Atom 它会怎样呈现出来 OK,好 这个就是我们进去了 我之前已经开了一些画面的 folder 就是把我这个 logo 放在画面的 folder 里面 为什么要开一个 folder 因为我们做一个 website 的时候 我们要订阅好我们的 folder hierarchy 就是它的排列 通常我们不要把所有的 HTML 啊 Image 啊 放在同一个 folder 因为这样子会很乱 通常我们会开一个 照片的东西 啊 我们全部放在 image folder 里面 所以我们下一次要连接很多照片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找 我们就找回这个 folder 具 对,找回这个 folder 里面的 image 就可以了 好像在这个 demo 里面 我有 HTML 啊 这是刚才我再打了一些 Coding 咯 所以 HTML 、 title 、 body 全部写好了 然后我要加 image 怎样加呢 就是去那个 img 你看 Atom 它很好 它有这个 element的 code 它会直接出来 所以我直接放 src 你看它也是会出来了 然后它就直接放 哦,已经打好给我们了 对,已经打好给我们了 我就直接放 好像我们刚才这个是 image 我就放 image img 然后你这个 咦,这么好不会出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也要很细心 打固定我们要很细心一下 就是可能这个 然后还有 就是你看我这个 image 哦 它这个少一个 S 我follow一个 S 哦,是我要少了一个 S 对,所以我要放一个 S 了 哦,这个人 哦,打错一个字 对,打错一个字 就是它就不能听得到出来 通常呢 如果好像我们放了 image 我们 我们会 后面我们会放一个 Autonative Text Autonative Text 就是 ALT的意思 ALT 这个用处是做我们的呢 这个其实是for Google Google SEO 的一些 功能 因为你的所有 image 你有放 Autonative Text Google 就容易找到你 哦,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放 哦,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放 就要打什么 好像就是放一个名字而已 就好像我放一个 Logo 或者是放你公司的名字 哦,它会怎样的差别 就是我去我的 我们的Web site 这边看 我的Mouse 我点击去这边的时候 它就会出 哎,你看到吗 有一个 Logo 对,这个就是 Autonative Text 嗯,嗯 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 好像如果 我觉得 这个 Logo 太 太 小了 我要放大 我们可以放一个 Width Width的这个功能 我可以放 好像我要 500px 它就变大 变大 我要小一点 然后50px 它就变小 好,好像我要在 它的长 拉长 好像那些 我放100px 哦,就这样 你就会看到 诶,可能它会 你会觉得 可能它不会很美 是 所以通常哦 我是用% % % 来看 如果跟我 original file 的大小一样 我就放100% 哦 好像我100% 我放20% 嗯 它就会整体 整体 就是它的长层 跨高 它都会整体 嗯 一起变小 一起变20% OK 除了这个Width 哦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把它 呈现出来 嗯 我们叫做style style 的那个 attitude 哦 什么是style呢 我洗掉这个啊 so style就是这个 这个 function 我们要注意一点 我可以在它这边 放一个Width 那些 100% 哦 或者 我把它放成50% 它也会变 嗯 哦 style 就是 你整个html element 中 你要怎样 style啊 嗯 怎样设计 对 这个style 我们要注意一点 哦 你看 style后面我放等秘嘛 嗯 嗯 但是 这个Width 后面我是放一个 这个冒号 嗯 为什么呢 因为style 是属于html的attitude attitude 后面我们放 等秘 但是 它这个开关引号里面的所有东西 哦 我们都要放这个 冒号 如果放等秘 它就不会出来 它就没有东西了 它是不能 不能放等秘 哦 你看它不会改东西了 哦 你要放冒号 它才会改 啊 啊 我要怎样加另外一个 例如 我要high 嗯 例如说我要high 100% 我要怎样加呢 我就放一个分号 分号 分号 对 分号 然后我放一个high 然后冒号 然后 例如说我要放100% 你看 它就像这样 嗯 嗯 如果我没有放呢 它就会跟着我的width 走50% 嗯 你delete掉它 我delete掉 那个分号 哦 我delete掉那个分号 如果没有打 没有分号 它就没有东西出来 哦 它就不会改 对 因为这两个是不同的style嘛 嗯 就这样子 嗯 嗯 对 我介绍你一个蛮有趣的style的function 我们叫做fletting F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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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d啊 对 它就是Fold 就是把你的image 我可以选择性 然后Fold在左边 Fold到右边上面下面都可以 so 我在这个style那边 我发一个code叫做Flet 哦 然后Flet F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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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关掉它 我要把这个 这样子这个 这个 这个 设计哦 它就一直在左边了 然后我要怎样看呢 我就 这个 我是放成paragraph ok 不要关这边 paragraph 然后 关掉我的paragraph 然后我放一些字 就是我刚才打的字 你看 它这个image 可能放长一点 哦 它就会 它就会 Fold Fold在这边 我要怎样拉 怎样拉它都好 它就会一直在Fold 它就一直在那边 对 Fold在左边 如果我要Fold 右边 我就放Rite 哦 它就Fold 它就不会影响那一个东西 对你的字体 它会自动 自动 OK 欸 Jason 我还不是很明白耶 这样如果我没有打呢 会怎样 会有什么差别哦 或者我 我把同样的code 我把它Copy 然后 你就会看到它的差别 就 这个在左边 嗯 然后 这个也是 我同样的code 我Copy同一篇 然后我写到这个 Left 然后我再 你就看到哦 你看 它 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paragraph 它这个 image 跟我的字 是 有相连的 对 然后你看这个 它是会呈现 呈现我的image 然后再呈现我的字 即使我拉的时候 你看 看到它的差别 哦 它的字会跟着它变 它的字会跟着 它的image也会变大面相 它会找那个位置 对 如果你没有放Frooting 它就叮叮在那边 一直在第一个位置 对 它就不会这样 这个就是它的差别 就是可能我们电话看 因为我们电脑的视频 每个人都不同 每个角度都不同 电话也是一样 所以 这样子的话 你的responsive 电话就收一点 它就会跟着 排那个位置 跟着排那个位置 就比较好看哦 会影响那个位置 嗯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学更多 HTML Photoshop Illustrator的资质的话 记得订阅 按赞 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